Appraisal 如果你是Randomly Select的話 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可能 那個Appraisal根本不是Bucket Area的話 你可能就從一個鄉下的人來到Bucket City Appraisal這個房子 會有問題嗎? 他不走那裡的市場 對不對? 那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Appraisal來的東西 那個價錢 又不是價錢 就是你的Code 對消費者來講 因為多了一個中間人 那個價錢也比較 以前只要三百塊就可以了 現在可能要四百塊 那現在呢 也有發生一個事情 就是說有了這個法令 這個規格 很多 比如說剛剛出來的Appraisal 他們一點都不懂 那有經驗的Appraisal呢 他的飯碗也等於被搶走了 以前他在這個地區他是權威 很多人都要找他來Apprais 那他現在的話 這個公司他可以Randomly Select 一個公司來Apprais 那他們的就是說 他們的重要性就減少了 那很多 很有那個 經驗的Appraisal 又慢慢就離開了 就這樣 好 那最後我要講的就是這個 不是這個 就是第二部分 這個就是新的這個 也是一個2010年 然後就是Title Act 然後有一波那個政府要成立一個 一個局 Consumer Financial Reform 你知道聯邦政府有這麼多 就是獨島的機構 有什麼 Department of Treasury 有HUD 有HUD 就是Housing Urban Environment 然後有Federal Return War 有很多部門在管 這個貸款的行業嘛 那 就像那個Homeless Security 為什麼會產生一個Homeless Security 因為太多有FBI 有CIA 他們就不能夠協調 做一個 繁范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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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or的工作 那在貸款也是一樣 太多機構在管 然後現在呢 新的一個法案 就是把所有的 統一來管理 所以他們要設立一個 Bureau of Consumer Financial Reform 這個不只是貸款 所以 以後會影響到 insurance 所有的跟那個 financial 產品的公司都會受益 OK 然後 那 因為直接的關係 我就馬上就跳過來這邊 講到這個 在現在的情況 What it takes to get a mortgage loan 不過我一看大家都買過房子的人 我就不用講那麼多 比較詳細的一點 第一個就是收入 收入 那收入的話 一般來講 如果你是上班族 我們要看你過去兩年的W2跟PESA 如果你自己當老闆的話 我們要看你過去兩年的Tex Return 過去兩年 過去兩年 Hello Hello 沒有聲音 Hello 除了收入 除了收入 就是你的資產 那在資產方面的話 我們就看The Bank statement 過去兩個月的Bank statement 所以一般華人的話 我就叫他們說 如果你的錢不在銀行的話 銀行審核的時候 就問你 你的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錢 先放在銀行裡面 至少有三個月的時間 那如果銀行你看兩個月的State 你就可以沒有問題 如果你的錢不在銀行說 你沒有買房子 你臨時把那個錢出去 銀行一看這麼多錢 在銀行不在那些增加 他就會問你 你的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那你要提供給他一些證明 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然後 第一 就是這個門檻增加的話 就是Credit Reservoir的Credit Score 那以前的話 你只要580分就可以貸款了 現在就要600 至少要有620分 或者至少也要660分以上 那 對我來講 我記得最重要的 除了一個收入的話 重要的就是這個Credit Score 那怎麼樣把你的Credit Score 提高呢 第一個就是說 不要晚負 如果你有晚負的話 晚負一個月 兩個月 二十三個月 它都會扣分 那第一個不要有晚負 然後不要有collection 就是如果你超過90天沒有付款的話 那個Credit Score 就會把你的東西 那個賬號 賣給一個推款的公司 就變成collection 然後 然後 如果你有發過 bankruptcy的人 你要扣分 judgment 如果有judgment 那 這一部分呢 佔你的Credit Score 大概35% 重要性 大概35% 然後呢 那 百分之三十就是 怎麼樣可以把你的Credit Score 提高 就是說 你的utilization 就是說 如果你一個Credit Card 人家給你 一萬塊 如果你用到五千塊錢 你還有五千塊沒有用的話 如果你這一部分有很高的 沒有用到的部分 你就會加分 如果你每一張Credit Card 他都用到滿滿的 你今天怎麼樣 扣分嘛 所以在這方面 你的Credit Score 就會扣分 然後呢 你過去的 就是 Credit History 你多久了 一年啊 還是兩年 如果你的 你的Credit Card 就有十年的話 你的分數也會 也會 蠻高的 然後 另外呢 就是看你的 你有什麼Credit 有的是買房子的Credit呢 買車子的Credit呢 Credit Card的Credit 所以不同的Credit 如果一個人 只是Credit Card的話 他 這分數也不錯了 可是不會加分 如果你有 房貸 也有汽車的Credit 然後都有很好的記錄的話 這一點就可以加分 然後最後一點就是 Inquiry 就是 你 就是 就是 就是查 就是你去 Check你的Credit的話 也會扣分啊 不過這個扣分扣得很少 一般人就是 就要盡量不要 不要查 自己的Credit 不過 每一個人 一年的話 都可以 都可以查 都可以去查自己的Credit 而且是免費的 所以我是鼓勵大家 有機會的話 就 去查一下自己的Credit 看自己的Credit Credit 這個Credit 分數是多少啊 有什麼 也有可能被人家弄錯 如果盜用的時候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我看 我 OK 那個 那個 下一個就是Dow payment Dow payment 就是現在 現在最少要10% OK 如果你 如果是在 就要買 貿易收入的話 就要買貿易收入 貿易收入 差不多是 0.5%到1.5% 你的Long 它的費用 每一年的費用 0.5%到1.5% 要看你是做什麼樣的貸款 然後 Subject property 那你想你個人的條件就很好了 你想你買房子沒有問題吧 最后呢 房子本身也有可能有問題 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可能就是說 就是剛才我們講的 股價 可能你買的時候 你出30萬 股價出來只有28萬 那你要不要買一個房子呢 你是不是要重新給那個賣房 再重新你購血還是怎麼樣 那另外呢 也有一個可能其他的事情就是說 房子也可能是在洪水期 你買的時候你寫contract的時候 你沒有問 欸現在貸款坐下來 銀行也會去查 他會去查那個費碼的資料 去查 欸這個房子是在洪水期 如果是洪水期的話 那買的人呢 就有責任要買多一個就是洪水的貸款 那 那 所以 當初買房子的時候 是不是有個賣房講好 說這個房子是不是在洪水期呢 所以也有可能會發生這種問題 OK 那 我想我大部分上就講到這裡好了 就是 樓同重重 因為要講的事情太多了 那我們沿著上去叫我 那個每個人在一個半個小時 然後剩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一起來發問好嗎 好 謝謝 謝謝